她戴着一副黑框的眼睛 有一种顺乎可走的气息 她生气的时候会眨眼睛 像洋娃娃的表情 她耳朵带着衣服和身体 随着音乐融入现代时机 她一个微笑一个不小心 把你们统统演技 我们的未来 留下你独自眠 真的非常道歉 我已经蜕变 如今繁华成千 一微风 在笑的无言无尽的蓝天 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如果失去了一点点 和粉丝一起大合唱好不好 当然好 我都不知想来到现场 跟你一起唱 而其实今次就是曾佩慈 第一次以歌手的身份 来到香港做宣传 所以她自己都说 心情好不一样之余 都很兴奋 之前都是因为戏剧 终极系列 然后这次一个人 第一次一个人来 然后因为发了片来宣传 其实心情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是第一次穿这么漂亮 第一次穿高跟鞋走 在香港的街道上 那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好像 自己好像重新换了一个身份 然后特别是这次专辑的造型等等 包括我的发型 衣服 都是在香港做的 而配持更加滑细 就已经很喜欢我们歌神 张学友的了 那还对了 歌民们 送了个红冠模型给你 还祝你可以在红冠开场 到期时就可以邀请学友 跟你一起合作咯 很希望 任何的单位 只要 只要有适当的机会 适当的时间 我很希望可以尽快 到各地开演唱会 当然包括香港 不管多少人的场地 就很想马上再来 因为已经五年了嘛 嗯 谢谢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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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